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辣椒 哈喽大家好我是唐唐姐姐 哎小辣椒 我有个小问题想问问你 怎么样啊 你上学学的家间法学的怎么样啊 搜医子 是吗 我考考你啊 那你看 为了考你呢 我都带来了一个好玩的一只玩具了 我现在给你看一看 这是砝码 哎这是什么呀 漂亮的小猴子 这个呢 是你的 然后我这里的 我们要 考加剪法的 你真的可以吗 可以啊 真的可以啊 小辣椒加剪法 那我来告诉你 小辣椒姐姐你会找次品吗 找次品 嗯 成功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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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 不会找次品吗 嗯 就是比如说 十把它分成三分 然后就是称 比如说把十平均 除以三 三分得九 三个三 然后一个四 三个三 一个四是多少了 然后把它俩 如果 如果它天天是平的话 就得 就必须称四了 四再把它平中间 分成两 两个一 一个二呢不等于四嘛 然后再称 这俩如果平衡的话 就称二 再把它分成两块 就是 称 如果这边称的话 那就说明这个是次品 哦 就是 哪边称哪边 就是次品 是吧 不是 因为刚才标的那个动量不一样是吗 不是 那个有一些次品是清的 好 那 现在是堂堂姐要考你加减法呢 嗯 成功了可以吗 嗯 就我这道具是加减法的嘛 看来小辣椒加减法学的 肯定不太好 刚才在跟我讲别的 想让我忘记这件事 哼 那 我来告诉你怎么考下电法 比如说呢 唐唐姐姐拿了一个十 嗯 我放上来了 娘 拿 和她一样成的 那十 几加减等于十呢 嗯 看一下小辣椒会拿几呢 一加四等于五 再加五等于十 哦 这一批答对了 那我现在要取下来 吃菜喽 你可以放两个 二加三加五 二加三加五 可以吗 可以吗 他又贏了 嘿嘿嘿 解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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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现在换个五了 嗯 看来学的很不错嘛 那小辣椒现在是 挂了一个十 然后我又挂了一个八 可以吗 十 加五等于十五 再加三等于十八 加七 加七 加四 加三 嘿嘿 减掉十五 一个七一个八 一个七一个八 好 剪掉了十五 哦 哦 我们两个都剩下来一个十 那好 取下来 然后出一个男的了 来吧 嘿嘿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我的六呢 六 七 八 五 刮不上了 那就到这儿吧 一加二 加三 加四 加五 加六 加七 加八 三 三十六 八 八 三 三 七 五 六 你压了 这都难不倒你 对呀 我这么大一坨香蕉都没难得倒它 那 哈喽姐姐要不问我出题呀 可以呀 还想难得倒我加剑吧 10 加10 加5 加9 加7 加8 然后 再加5吧 到我了是吧 10 3 7 8 2 9 1 4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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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 5